玩过捆绑的都知道 千万不能打死结 可这个变态小伙迷恋上了捆绑的刺激 竟要求女友把她带到山上 脱光后绑到树上还打了个死结 结果就在男人期待着被女友蹂躏时 女友静直接抱着她的衣服跑了 这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 发生在浙江省的江山市 2018年10月的一天 一个不同寻常的男子 捂着小定羞答答的跑进警局 拉眼睛的小鸟差点闪下了民警的双眼 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 声称自己被前女友抢劫了 甚至连一个星期没洗的内裤都没给他留下 看着面前这个光溜溜的男子 民警们不禁对他的说法感到怀疑 如此荒诞离奇的案件 他们从未遇到过 感受到民警们的质疑 男人只能硬着头皮 全盘拖出了事情的来龙俱脉 根据报案人老王说 今天一大早她的前女友找上了门 还说想和她重温旧情 为了表示诚意 她还主动约老王去后山洽谈管道疏通项目 而且还说什么工具都任君选择 老王一听顿时血脉膨胀 你拿这个来考验老干部怎么行 他立即从家里拿出一捆麻绳后 就带着女友往深山老林走去 他们来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眼见四下没人老王就迫不及待的脱下衣服 他要求女友将她绑在树上 然后又要求女友把她眼睛蒙上 既然要追求自己 那就要贯彻到底 此时的老王激动的迫击炮都要炸糖了 可他正期待着女友的尽情蹂躏时 却突然发现周围静悄悄的 他大声呼喊着却无人回应 把眼罩振脱 他才发现女友已经消失了 随之消失的还有自己的衣服和钱包 深山老林中就只剩下了一个 被五花大绑且浑身赤裸的老王 由于绳子绑得太紧了 为了振脱束缚 他只能疯狂的摩擦树干 几个小时后 他终于是放了自己 同时也磨断了绳子 老王立刻从旁边的树林里 捡起几片树叶挡住关键部位 然后急冲冲的跑进派出所报来 民警询问老王前女友的名字 老王却吱吱吾吾 表示自己只知道对方的网名 这样的回答让民警感到很无语 这个小子怕不会是在网上约的吧 为了确认嫌疑人是谁 民警只能调取了附近的全部监控 经过反复查看录像 民警最终锁定了一名女性嫌疑人 深入调查后 他们发现这前女友的真名叫周某 是贵州省望摩县人 1987年出生的小公主 民警立刻驱车赶往了她的居住地 然而她的老公却告诉民警 自己的老婆已经几年没回来过了 她也不知道她现在去了哪里 民警随后又调取当地的监控 发现周某跟着同村的一名大汉跑了 跟随监控的线索 民警一直追踪到周某的老家望摩县 经过走访调查 他们得知带着周某回来的大汉叫小杨 此刻正和周某在家中准备三胎计划 民警随即对这两人实施了抓捕 但在审讯的时候 一个更加炸烈的故事 经得民警差点把眼珠子掉地上 根据周某的交代 她在18岁时嫁给了现在的丈夫 丈夫对她疼爱有加 经常给她吃最爱的烤香肠 不久后周某就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为了补贴家用 周某来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打工 在这里她邂逅了体贴懂事的老王 两人很快便勾搭在一起 不该做的事情都做过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她的正牌老公天天催她回家 但周某却不敢回去 因为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凶猛了 而与自己凶猛的老公不同 老王的实力就刚刚好 让周某感到很舒适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周某就被老王的真实实力所震惊 她发现这男人的实力竟然比她的丈夫还要强大 就把周某吓得立马提出了分手 两个一场凶猛的公牛 差点把田都跟坏了 周某被吓得当天就辞职了 在另一个场里周某又遇到了小杨 小杨的温柔此时让周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 经过几次深入浅出的试探后 周某认定小杨才是那个适合自己的男人 他们租了一个五平米的地下室 虽然空间狭小但两人却过得十分滋润 周某对小杨的评价直线飙升 觉得她不仅动作温柔 还懂得尊重和保护女人 跟我那个跟我老公 打那个比他们好多多 比他们两个好多 我感觉他没强暴我其实很好 然而就在两人沉浸在幸福的世界里时 工厂却因为生意不好需要裁员 而小杨和周某也在名单之中 为了维持生计 周某开始四处找工作 没想到再次偶遇了凶猛的老王 看到失踪多热的女友后 老王激动的两眼直冒火星子 还狂热的向周某炫富 试图劝说他与自己结婚 看到老王兜里的一万元时 周某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第二天他一找自己为理由 将老王约到了深山老林里 然后趁机绑住他 带着他的衣服和钱包逃之夭夭 留下老王一人在原地响入非非 直到周某被抓后 老王依旧抱有一丝幻想 他说他不恨周某 如果周某选择跟自己在一起的话 他肯定会原谅他的 然而周某却坚定的选择了 不是那么凶猛的小羊 可没想到小羊却不是很愿意选择周某 因为周某实在是太凶猛了 已经快把骨瘦如柴的小羊榨干了 没想到是太多辉了 跌裂了 无凶剩 abra